請問在家人修詩詩法門需要注意什麼 詩詩法門是一種慈悲法門 但是有人會把它想成是 我可以得到鬼神的回饋 或者得到福報 其實這個想法就其次 當你戴上這個想法的時候 網路上 臉書 賴群裡頭 是有人在推這個 自從有些法師在講什麼燕貢火貢之後 更多人講這個 那我們可以理解 以利益勾遷之 後令入佛制 那當然我們就說 你去做那個施食 用火燒一燒 這樣敗一敗 這樣子呼喚一下鬼神 好像就得得利益 而且又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感覺 乃至於真的還有人有些感應 因此生意就好了或怎樣 那這些無可厚非 你也沒辦法說 哎呦 你這種太low了 也不能這麼講啦 有些人他沒有學佛 但是他相信有鬼神 做這個事情算是一種 可是 他如果一直沉浸在這個 换取功德 换取敬仰 换取福報 要增加財富 增加客源 還增加客源 你知道我住北投嗎 北投早年的話語 其實是一個 北投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曾經是亞洲的好萊塢 不是現在的印度那個寶萊塢 寶萊塢就是亞洲的好萊塢 目前啦 但是他的形勢比較沒那麼多元 台灣當年都在拍那個上月球的 用很搞笑的方法這樣 那後來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一直是看著台灣的北投 距離台北右近 然後北投有溫泉 三明水秀 而且溫泉理論上說有三種 青泉 白泉 黃泉 我沒記錯是這樣 那青泉就是雷泉 青泉就是雷泉 就是雷泉 就是雷死 那個是醫病的 醫病 那接著呢 就軍官去療傷 療傷的時候 療病的時候 或者說去那裡休息 打二戰的時候去那裡休息 結果咧 就開始有歌舞廳去所謂的作樂 他沒有色情 他是賣意不賣身 但慢慢的呢 日本軍官退了 那些是高階軍官一退 他還要講求面子跟尊嚴嘛 所以他不能召妓的 但是這些軍官退了 美元還沒進來之前 美元還沒進來之前 或者美元也退了 那開始就變成 這些 這些 疫機離開了之後 開始就進來了一些 應召女就出現了 那他開始就降階 成為 色情買半 買幻 那這樣子就讓 北投呢 就招上了這個溫柔鄉 這種惡名 這個很遺憾 我就在那個時候長大了 所以我眼睜睜的看著 都叫做 他們叫做現實專頌 女生就穿了高插的裙子 高插的 都是外地來 那個時候大家還很很腼腆 所以賺這種錢 不敢讓家鄉人知道 南部的人來北投 掏金 這樣 任何一個文明都會有這種的 因為他是最簡單 換取溫飽 最後換取財富 乃是月上枝頭的一個旁門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是說 那裡就有很多 徐娘伴老的老寶 他要養一群 姐妹 那也要有客戶 你知道他怎麼弄嗎 知道 你舉手 就是去做貢 做煙貢 他們沒有煙貢 他們更簡單 他們就直接把東西放上去 拜一拜還給我拿回來吃 還比煙貢更先進 不浪費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照樣是這樣 燒金子而已 所以理論上說他用燒金子的方法 不輸給煙貢 因為道教跟密教很多的東西 他們當年在昆仑山下 西域一帶都互相交流 用的方法一樣 鬼神需要的方式不同 有的需要香煙 有的需要飲食燒出來的那個濃烈的那個味道 那些味道他吸的時候舒服的 不同的鬼神 不同的夜感 有不同的需要 就像北方人吃麵 南方人吃飯 意思是一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本來就有這一類的鬼神 在做這種事 你知道嗎 我親眼看到的是 他就直接燒金子 供奉那些菜飯 我很好奇 我什麼都去問 我跑去問說阿桑 其實他是老寶你知道嗎 老寶聽得懂嗎 他是老寶 然後我就問他說阿桑 你這個要做啥 孩子怎麼來 我還是去問 後來還是有人會告訴我 有的阿桑會告訴我 招攬客戶 聽懂嗎 所以你現在這個失實 你應該是慈悲無我 還要回歸空性才可以 這樣做失實 一切眾生無其自信 那鬼神當年也無自信 失實也無自信 受失者也無自信 所思的隱食也無自信 要學會這樣 不然你就執著鬼神法 它就是一種鬼神法的概念 如果你帶上了那些誦經 當然把佛法帶進去 可是你行以如意 你並不知道說 你現在在對他說法 說的是什麼法 說的恰恰是空性法 結果你自己在執著你這些功德 就是很怪異 對不對 與法不相應 他就不叫佛法 他叫魅鬼神法 就變成這樣來 我跟你說 道教 民間信仰 處處都有這些 只是長相不同 用法不同而已 沒什麼好神秘的 這樣了解嗎 當然 佛教裡頭用得更細膩 是因為佛法無邊嘛 他從破地獄 開煙喉 辯食 真言等等 這些都有 透過觀想這樣 當然他更細膩 跟一般泛泛的煙貢 不一樣 不一樣 他是有他的觀想 那麼這些呢 你當然也要做好 但是核心在於 不應該把它當作是 換取福報或招攬什麼好運 或者什麼改運改命 都不應該這樣 都應該大悲心為體 菩提心為用 然後呢 以這個 菩提心為相 那麼以這個私食為用 這樣來完成一個 悲心的時間 所以越做的人 你這個人要越謙卑 要不念功德 不念 比如說這樣 你可以想像得到 你的爸 你的媽媽 有時候說 你看 看書看得很辛苦 來 我弄一個蛋糕 什麼東西給你吃 你媽媽來跟你講一句話 趕快吃喔 我這樣才有功德 你會不會覺得傻眼 是不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傻眼嘛 是不是啊 這是一種感情的交流 母親愛兒女 疼惜兒女 這怎麼會去念功德去了呢 腦袋在想什麼 倒過來說 你給媽媽說 媽媽這個紅包給你 你一定要收 這樣我才有孝順的功德 聽你怎麼念要訓你呢 這樣聽懂了嗎 所以你看看 跟至親之人 你只要轉想一下你就知道了 念功德恰恰沒有功德 所以金剛經講的就是這意思 無所系才是無盡的功德 連這無盡功德我都不能想了 何況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事實很重要 概念很重要 來 請問時送文書咒準迪咒的正確性態是什麼呢 文書是開智慧 那麼我們就說 第一要相信與咒音 咒音呢 是諸佛菩薩以大悲心為體 那麼以眾生的夜感緣起為夜緣 那麼他了知這個夜緣的自然作用 他在不動念而以悲心為主的升起的時候 宇宙之間從他自性當中產生的聲音 這種聲音是一種要嘛比如說慈悲咒 智慧咒 大悲咒是慈悲的 要不是靜三夜的咒 要不就是辨識的咒語 他就會從你的原響當中現出這個聲音 他是最真實而不導引不照作的 這種聲音呢 他與宇宙當中的關係呢 他就是具有一種絕對的語言意涵 這種意涵有兩個意義產生力量 第一種意義叫做形而下的意義 比如說 Gate Gate Bra Gate Bra Sang Gate Bdhisattva 他是被翻譯 被日本人愛翻譯 因為日本人有研究梵文嘛 他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去吧 去吧 去到智慧的彼岸 因為那是般若新興裡頭的道理 最後做結語是這樣子的 但這結語怎麼會用咒語來表達呢 第一 當你懂這個咒音的意思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形而下的呼喚 比如說摩赫波羅 波羅蜜多 這就是Gate Gate Bra Gate的意思 他是智慧到彼岸 意思是講什麼 講說我在煩惱的彼岸 此岸 我應該追求無上的智慧到彼岸 是這樣 所以說以大智慧度到彼岸 那他就在呼喚著我要意念什麼是大智慧 你這樣懂意思嗎 那當你一直稱念它的時候 你內心裡就在呼喚著這個 大的智慧是什麼 你說用唱的有效嗎 有 當然有效 你譬如說 你在痛的時候 啊 啊 你要喊一下 你的氣動了 你就會緩一點 這就是生理上面 痛之所以會喊出來 之所以喊一聲 人說生癮是這樣來的 好 再來 男女交往 就會叫對方的小名 是別人不知道的 秘密名稱 那叫秘密名 誒 楞岩咒不就是秘密名嗎 大悲咒八十四句不就秘密名嗎 秘密名是什麼意思 你知 我知 我們兩個知而已 我如果這樣說 你就要知道我把你叫 是不是這樣子 男女在相愛他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有沒有力量 有啊 為什麼 因為你 唯有你知你在叫我 我知道你心中有我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嘛 你們不敢亂愛過 只有師父才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 當然你知道 所以秘密名 具有什麼 具有細膩 貼切 快速感應的功能 而你知 你又怎麼知的呢 口耳相傳 他不是透過紀錄的 這就超越了形而下了 他變成形而上的 在你心心相感 一切眾生心無差別 在無差別當中 你怎麼讓心相連 我是凡夫心 佛是聖信心 而他的悲心 有各種無量無邊作用 那其中一個作用叫做 譬如說啦 禁業障 禁除業障 南無阿彌陀佛亞阿達達卡丹 這個時候說 我稱念了彌陀的聖號 以及他的本名的時候 那個秘密名 本於他的清淨業障的本願 兩個相應 這就好像說 你在外面讀書 平常沒事 不會打電話給你爸 銀行沒錢了 就會打電話給你爸 你爸接到你的電話 他也很忙 很少聽到你的電話 但是電話一拿上來 你還沒說他就知道了 好啦 我會把你打下去啦 這樣沒事了 這樣沒了 這不就是秘密語嗎 有沒有知道 為什麼 因為心心相應 因為約定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人本主義者 一直在說 大聖佛法那些秘咒 都是從外道來的 完全是在放佛 完全是不了解 完全是不了解 佛法的大用 才會這樣 你要懂 秘密 咒語 其實都在你生活中看得到的 好 那再來 接著又說 那為什麼你要不知道 那為什麼你要不知道 叫秘密不翻 秘密不翻 為什麼 好像是啊 忘記了 反正這個我就比較不印象 反正有五個不翻 好 五不翻 你們隨便查一下 Google之外就知道了 好 Google完了再告訴我 他說不翻 其中一個叫秘密不翻 對不對 他是說不翻 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其實可以翻 但不翻 他的意思是這樣啊 不然幹嘛要講不翻 根本沒辦法翻 就不用講不翻了啊 這樣懂吧 所以其實是有意義的 那為什麼你要不翻 第一他叫秘密嘛 第二更重要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於法界當中起於悲心 而陷起的大悲神咒 他一定有不可思議的緣起性 他才會出現大悲咒 對不對 因為佛的悲心所湧動 因為諸佛皆有無師志 自然志 根本志 他在無師志一現 自然志 利益眾生的大悲之志 現前之後 為了利益眾生而有大悲之咒出現 這大悲之咒一出現之後呢 是他的佛性心所獻起的聲音 對吧 是不是 請問心佛眾生怎麼樣 三無差別 同他的心中所起的因 也會從你的心中所起 這個因能夠從他心中所起 入了你的心 效果一樣的 但是只是你不知而已 為什麼要讓你知 你不需要知 為什麼 因為他自有功能 他是你本源的聲音呢 你的那一念心也與諸佛無二無別 也是那個本源的聲音呢 那個本源的聲音進入到你的心 你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呼喚你的決心 或者讓你清靜 或者讓你產生大悲的功德 或者產生智慧的功德 他各有緣起的不同 但是如果你知 你就會分心 你反而讓你的心落入在形而下 原想分別當中 所以他讓你無知 不知道而專心送詞 專心送詞 呼喚出來引導出來的 是你本性中自己 萬德莊嚴中本有的 佛性清靜的功德相 所以咒語是這樣的意思的 所以它叫做種詞 咒語不是秘密而已 咒者是種詞的意思 種詞 種其音 詞其意 是這個意思 這樣懂 懂的意思嗎 為什麼叫種音 詞意呢 也可以叫詞意 種音 都可以 就是音 就是這些音 能夠把我需要的大悲顯現完畢 或者能夠把去掉恐懼的主意 也或者把智慧成就 它這個音不少 那就種的音 那什麼叫意 它其實是可以有意義的 但是那個意義 你一知就起分別 不如不知 讓它自然呼喚就好 這就是我講的 誦經直誦 並不是叫你不要理解 是你去做分別 反而分別 反而不能體會那個 不分別的道理 你不去分別誦 隨文入貫 有人說 那這樣法上法師 你就主張不要懂經文 經文不是要研究的嗎 我說要懂經文 但是不是用你說的研究 那個方式 唯一用那個方式去懂 那種懂是思維分別 註解拿來看看而懂的 跟你內心裡頭 與經文相應的懂 是不一樣的懂 一個是聞思智慧 一個是修慧 直接修來的智慧 修來體會經文的意思 直接從內心裡啟發的 那我主張的是 這個要先修 那真的要去理解一下 什麼註解什麼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那另外的事情 你直誦他正在修他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你經文不懂 你要懂沒關係 你稍後再來讀他也可以 但正在誦經的時候 就這樣帶過就好 不然他會分心 我在講是這樣 他也是這個意思 他也在呼喚你內在 這我講過好多篇 是這個 所以咒語用什麼心態 要用剛剛我這樣 一切了之的心態 你去送他你就非常有感 他是從新出 從耳入 又會歸你的心 然後他有不可思議的 呼喚的因緣 招感的因緣 因為你的心是騙太虛的 周騙法界 只是你還在凡夫 你受限於這個 你的知識經驗而已 這樣懂嗎 是這樣 這是大聖才有的思想 申文秤沒有 但申文秤會用咒語 他是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他是拿來做致病用 用致病用這樣子 那麼能夠產生這咒語的 其實包括鬼神也可以 法華經上面有很多鬼之母 不是很多 就不是有個鬼之母的咒嗎 是不是這樣子 也有天王的咒 是不是 也有天上的王 泛王的咒等等 這都有 就要了解 所以他其實很多 這個其實都跟什麼一樣 我不能再講了 他其實跟那個花言字母有相同 花言字母是另外一個概念 但意思相同 好 來 據說大藏經當中 也有教人看地理的篇章 想知道他在後處 我才不告訴你 你重點不去抓 你去抓這個 是有啦 但是呢 那個也不是那麼容易 他有說到啦 他說的比較平緩 比較一般性 你也容易做得到 他在教導比丘 選禪修地點的時候呢 他教你 隨著 象虎狼獅子 狼沒有 象虎獅 這幾樣 大型的動物 他的感應力 對環境的敏感度很強 他喜歡的地方 大概就是你很安穩的地方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廣青老的上 他在清源山 就是大陸現在的那個 成天禪室後面那個叫清源山 他在那邊修禪修 他也要先找山洞啊 就七早八早果然找了一個不錯的 那坐著坐著坐著老虎回來了 他一看老虎這樣 什麼老大上 然後那個廣青老大上醒過來看到他 他就心念跟他講說 老虎大哥 你四隻腳很容易找地方 何況你也不是要禪修 我現在要禪修 七早八早我也不一定找得到 然後我浪費那麼多時間 我現在修得好好的 你也可以再找嘛 對不對 好不好 讓一下 老虎一想 好啦 算我衰 也不是衰 可能看他就是很有功德相 他就自己離開 就沒再回來 就讓他了 這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是這樣 他不是故意找的 因緣道就有了 我跟你講福地福人居 非福之人 你找來了福地照樣死人 清涼寺就這樣 清涼寺他那個上一層 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整個清涼寺就是我住在那裡 我施工的那個療房 那塊地叫做蓮花地 我施物就把人家蓮花 蓮花裡頭不是叫蓮蓬嗎 蓮蓬就是那個石頭 我施物把人家打光光 蓮花沒蓮子 這蓮花就很 就很弱 你懂嗎 那看地裡的人就說 可惜啦 可是我看是還好啦 那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地方 早年就是沒福報的人去 把一個祖先給埋在那裡 結果他一年死一個人 他們家族一年死一個 一年死一個 都是不應該死而死的 連死五年 他實在忍不住了 他再去找另外一個看地裡的 那個另外看地裡的呢 學的比較多 一到現場轉一圈一看 連羅盤都沒拿 羅盤 羅盤就是羅盤了 連羅盤都沒拿出來 臉都綠在那 垮在那 跟他講一句話 很難聽喔 是誰幫你們做 風水做在這的 哇 那一家人喔 聽了馬上跪下去哭 有事情嗎 有 有事情了 果然 有事情嗎 不是說這是蓮花地嗎 哭上的臉喔 他說是啊 是蓮花地啊 但不是你們世俗人住得了的 這是佛地啊 你今天晚上12點之前 就給我搬離開 不要跟我說搬到哪裡 你給我搬離開 好狠喔 傍晚去看 下午去看 他說12點以前你給我搬離開 你們家如果再不搬離開 你們家死光光 會抓到死光光 嚇到連夜這樣子 把裡頭的祖宗排位什麼 什麼 這樣子清涼室才買得到那塊地 沒人敢動 然後呢 雅各花園的老闆 要去清涼室買那塊地 一個老先生出來 還沒下車就把他賣一頓 你們來幹嘛 買地啊 這賣掉了 你們回去吧 口氣好大 然後雅各花園的老闆說 你扛狗也扛狗好 扛他去就說有人沒的 他就罵那個土地監客 錢客 回去 查一查 沒有賣啊 再來 老先生又來 再罵一次 記起來了 改個時間 第三次來 這第三次來呢 有備而來 把所有資料都帶在手裡 看誰要告訴我 我就賣掉 根本就沒賣 這次出來老公公跟老婆婆 那個老婆婆 你聽過婆婦罵街沒有 老婆婆完全就不假顏色 巴拉巴拉巴拉 搞了 那個雅各花園老闆 終於死了心 但是最後問一句話 好 你說賣了 你告訴我 誰賣的 你知道怎麼說嗎 嚇死人 台北一個老和尚 帶人家念佛的 我施工那時候正在台北 有個普陀金色 有個什麼彌陀金色還怎樣 結果呢 我師父 騎的Skuda 意大利的那個Skuda 那個Skuda那種車子 就載了一個居士 他們那時候 當時我師父沒有再重新出家 我師父18歲出家了 後來被抓來台灣當兵 當兵之後就被老虎咬去了 聽懂嗎 叫霍家 這樣 被老虎咬去生了 一二三 生了三個男生一個女生 後來呢 他老婆出家 兩個 一個兒子出家 兩個兒子 一個兒子出家 一個女兒出家 只剩下一個 留著做總 老會正正 這樣 所以我家 我師父也滿厲害的 把老婆給剃了 把兒子給剃了 把女兒給剃了 不過都是別人剃啦 我師父就 機車就騎騎騎到那個地方 怎麼開的開不動 機車怎麼開的開不動 他們就口渴了嘛 就兩個人就在那裡 喝起茶來了 一喝抬頭一看 這個地不錯耶 嘣嘣嘣就爬上去 就開始問人家 人家說 你們是誰要來買 我師父啊 你們師父在哪 在台北 這真的一個禮拜前 那個老先生說 有個台北的事物來買 果然 結果咧 結果咧 就是我師公買的 所以你看看 後來才知道 那是土地公土地婆 所以清涼寺 有土地公土地婆 還有三神 三神的話是因為 三神很靈 我 我剛去住我師公住的地方 結果咧 我一個人喔 要供水 供十處的水 從塔頂 一路供到塔下 再供到那邊 這樣全部這樣跑一圈塊 跑一公里 是這樣喔 結果咧 蛇還跑到我療房 鴿子跑到我住的地方去放大便 我那個地 外面那個走廊都是大理石 大理石遇到大便就很難擦了嘛 哇 連這動物都來鬧 因為我去幫三神供水 我有一天我就跟三神講 三神啊 尼瑪管管這些 這都是你俠下的 有蛇 有鳥 有鴿子 然後搞了這個環境這麼髒 你叫他們節制一點 我是天天跟你供水的 你也幫幫忙 講完了 我看三神好像在點頭的樣子 講完了喔 從我離開清涼寺住六年 我沒看到乃至蛇皮 我都沒看過 那三隻 你知道是什麼嗎 鴿子 夠像吧 因為我已經聽他聽得很熟 然後我每次把他趕 他就咕咕 他意思是說 我是誰常住啦 我必早來耶 你叫我走 是這樣 所以我叫他走 他都不走了 咕咕咕 然後順便兩顆大便給你 放給你看看 給你屁股 敢給我看 就這樣啊 趕不走啊 但是我去跟 我去跟那個三神 土地公沒用 三神才有管用 我跟三神講完之後 隔天 我真的沒誇張 就是隔天 從今而後 那三隻不知去向 完全不知去向 一直到我住六年離開 沒看過乃至蛇皮 沒聽過乃至 太天才了 真的是太天才了 三神之靈 怎麼靈法呢 我師父說要安坐三神 下午兩點 結果到一 兩點要到 一點多的時候 照三神的那個叫做阿寶的 他是一個年輕人六四做佛像 所以很會做佛像 他在清涼室討老婆的 就是賺了錢討老婆 我師父要去叫我說跟阿寶講說 怎麼弄怎麼弄 結果我找不到阿寶 後來呢終於兩點到了 阿寶也站在那裡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要做儀式 我師父就站在中間 臉就綠下來 嗯 我不知道我師父臉在綠什麼 他就把阿寶 阿寶把腳來 我就把阿寶找來 阿寶剛剛你跑去哪裡 他說沒有啊 他不想講 那我說我師父在找你啊 方山合上找你 我去了 你知道我師父好好笑 是我師父說的嘛 所以他很清楚 阿寶 你怎麼給我三神裝鬍鬚 裝鬍鬚啊 因為我師父認為 我們的三神要年輕一點 這樣才幹活幹得久 你懂嗎 不要太老 就沒有做鬍鬚 結果阿寶就把他裝鬍鬚了 你看過你看眼睛細的有沒有 他鬍鬚是掛上去的嘛 就是一個那個夾子這樣子 他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就問 就責罵阿寶 要做儀式了居然在責罵阿寶 你知道阿寶怎麼說 沒有啊 這三神自己說要裝鬍鬚的 一聽說傻眼 什麼三神說要裝鬍鬚 怎樣 你這裡有誰起雞嗎 還是怎樣 還是你這樣 他說沒有啊 他說那是怎樣 我師父就傻眼了 他說那到底是怎樣 他說阿 你說要今天要撒勁安坐嘛 我就把他整理整理 我準備我送上去之後 我回來就突然間覺得很累 我就睡著了 一睡著三神就來找我 然後找你是怎樣 他說那找我啊 他跟我講說要裝鬍鬚啊 我在夢中跟他講說 不幫他裝啊 然後三神就說啊 你幫我裝 我幫你治病 那阿寶就說 你知道我什麼病 他說我知道 你有鼻鬥炎 這真的 阿寶鼻子都不通 鼻鬥炎 鼻鬥炎很辛苦啊 都不能呼吸嘛 嘴巴呼吸嘛 然後他說你要怎麼幫我治 他說我立刻就把你治好 裸裸把你治好 你要幫我裝鬍鬚 我們來做交易 然後他在碰聲跟他講說 好 你怎麼幫我治 就講完而已喔 就看到那個三神伸出一隻很長的手 就直接抓到他鼻子你知道嗎 那個一一一 拽了三下 他通的醒過來 欸 醒過來 欸 通了 他通來就知道這夢是真的 他就鼻鬥炎又起一下 下去 我找不到他 原因他下山去買 嘴刀 去買鬍子 然後等到我去休息的時候 他偷偷去把它裝好 我失誤來了 問就是問這樣 後來呢 三神很靈喔 很靈怎麼辦 你現在看清涼寺的三神廟很小一間 鐵門兩個 還加鐵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靈了 每次都被人家偷走 太靈了被偷走 然後呢 他等下自己做夢 然後再又回來 被請回來 那個什麼 那個現在的那個 我們萬佛寺有個下院 就是那個聖天宮 也是 聖天宮有三清道主 你知道嗎 也有三清道主 他登記是三清道主 是主釋招 你看他是道教 結果呢 我去接聖天宮了 老尼斯又交給我了 才三個禮拜喔 突然間 怎麼 聖天宮出現 三尊三清道主就坐在那裡了 大家都傻眼 三清道主怎麼自己回來了 都不曉得什麼回來的你知道 然後大家覺得很奇怪很奇怪 就請老尼斯來看 老尼斯說 啊 這樣我再問一下 意思是要問一下佛母 沒多久 那個 送回三清道主的那個人 哭上的臉回來 原來啊 老尼斯離開那個聖天宮 就是佛母住的地方 聖天宮的時候 他看四下無人 他偷偷把三清道主給帶回家拜 一拜拜了十幾二十年喔 沒事兒 結果 是不是交給僧團了對不對 開始有比丘尼進去住了 一切就會 漸漸的佛教感覺就出來了 三清道主就去託夢了 就夢那個偷他的人 就在夢中罵他 你偷我那麼多年啊 看你有在那千成拜 你就算了 但現在呢 那裡已經是佛法道場 我們要去那裡學佛 命令你 明天就給我帶回去 他在夢中嚇了個半死 你知道嗎 三更半夜偷偷送回來 沒人知道 是這樣 所以大家一早上一醒來一看 啊 怎麼三清里站在那裡好好好 就這樣 所以你要看那個 因為世間的神 其實他很愛信佛法 很愛信佛法 還有一位 在台東 我這次 我這次不是有媽祖說要繞境嗎 媽祖起雞說要請法藏法師 幫他做做儀式送上教職 那我當然也去跟媽祖接個園 媽祖旁邊有個寺廟 那個寺廟是耀王的 就是那個什麼藥王的那個 不是藥王菩薩那個藥王 就是那個民間那個神啊 就是藥王的一個神 你知道他不給藥 任何人來通通叫 他都會起雞 叫他念阿彌陀佛 然後呢 每天喔 每個禮拜喔 信眾一定要在那裡打一支佛妻的香 才可以喔 然後呢 那個雞身已經不起雞 但是負責什麼 抬著那個神像 繞佛 還真的是這樣 好 就這樣了解吧 來 下週三就是喇叭節了 想請問師父 喇叭節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這個是 這個什麼 釋迦佛成道日 我們漢傳是這樣講的 當然南傳有另外的說法 可能應該時間段還是傳說 還是怎麼樣紀錄這樣 所以他這個意思就是紀念 意念 紀念是這節節日 意念是意念佛的功德 還有意念我們要用功 這第二 第三更實際了 蠟月八跟蠟月三十 民間蠟月三十就是欠債要還債 一定要還完 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生命中的業在 也會被業 也會被討 對不對 臨命中的時候是會被討 所以要怎麼樣 要加緊用功 所以一般古來叢林 他的經濟很穩定 信眾也很穩定的狀態 他不會再做發展 他不做發展的時候 他在過年 近乎不是外面的 他有一群人在外面應付法會 另外一群人就在那裡 開始打佛七 要嘛就在那裡打第七之鄉 第七七結束 所以整個冬季 都是七個七在那裡打 他們就是要面對蠟八 一言羅王來討債 你有多少修行的功德錢 能夠付得起 這樣聽懂嗎 所以蠟八有這種意念 修行的重要性的意義 是這樣 第四還有一個很特別 藉由這樣 大家來組蠟八州 然後去給地方窮人吃 讓他結個佛園 佛成道就像好日子一樣 來 你們來吃一下佛的 這個成道的粥 讓你們感覺佛的慈悲 是這樣 再來 為什麼他煮的那個粥 都是放各種東西 因為這樣子營養健康 煮一樣就好了 所以他就這樣帶著就去吃了 就是多元的意義 是這樣 《大愛道比修寧經》當中 有提到你84種醜態 以現代眼光來看 總是覺得有一點過分醜化女性 我們應該怎麼樣理解才比較好 他那個有 他那個有譬喻性的說法 也有一個很寫實的說法 譬如說他講到女人罵狗喝狗 或女人罵男子 男子離開他又懊悔 這個本來在現代還是有的 就是說你去死了 死死了不要回來了 那男的剛好因此 你講喔 你講喔 然後他就出去了 真的不回來 老婆很氣 我說 我是說氣味 對啊 你吃一口出去 譬如說這個 這個在《愛道經》也講到 那另外一個講到的是什麼 譬如說 當然這不是84太裡頭 但是有提到了 譬如說 這個女人的貪 嫉妒心一起來的時候 連死人都會害怕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很綿密 綿密到什麼 而且橫長久遠 再來他不想要饒恕 所以你哪怕你死了 我都定死你 然後做鬼也要給你看 做鬼也要給你捏 那種概念就是 女子的依賴性高 她的需求又大 為什麼依賴性高 因為她天生是 她的肌肉是不是長來打獵用 她肌肉只是維持身體的運作用 她剩餘的脂肪 是為了繁衍後代用 所以她的脂肪多 肌肉少 那因此她不能夠主 她少於主動打獵 當然例外這不提了 基本上她的生理結構就是 適合去照顧養育生理 是兒女 所以她具有精卵的排卵的功能 是這樣 這一排卵的話 一個月一次 她就要有一種情感上面的起伏 她才能夠受驚 她如果一直很穩定很穩定 像入禪錠一樣 她怎麼行淫呢 她不能 所以她需要有這種 荷爾蒙的作用 讓她更敏感 你懂得渴望受驚 她的身體才能做到 這一切都是怎麼來 她上一輩子 就期望擁有生育小孩的能力 跟照顧的這種愉快感 當她樂於這樣的時候 哪怕她是男生 她也會投胎做女生 她安穩於女生 她今後就會繼續做這個女生 被愛的感覺是舒服的 而且是放鬆的 而且是少於麻煩的 追求別人要用各種的方法去試探 她的需要 被追求只要說yes or no 這樣就好了 而且有一種 覺得我被追逐 我很滿足這樣的心 男人也是啊 只是男人一向以追求別人到了為滿足 女生就以被追求到為滿足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 因為她要生育 她所形成的整個生理結構呢 也是適合生育的 再來 她必須要演 她必須要掩飾出一種 展演出一種 不容易被你追得到的這個現象 你看 世間的母性的動物也是這樣 唯有這樣子 她才能夠找到最好的基因在她身上 傳序後代 與曲凡這一類 還有女人能夠分變七種紅 男人怎麼分就分三種紅 紅很紅非常紅 沒有了就沒有了 你有嗎 女人能夠分七種紅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女人守著家庭 她要去採果子的時候 她必須要去認哪一種果子熟了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女人都出來採果子 她必須要比別人更精確的看出 微細的顏色差別 一個動作趕快抓下來 因為那個熟了 所以她就被訓練成 判別各種顏色更細膩 她才能夠顧家 那女人為什麼一天平均說話要兩萬句 男人一天平均說話的字數才三千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年沒有谷歌 沒有Intel 沒有Internet 養兒育女 遇到哪裡有水果熟了 哪裡有動物危險 哪裡有什麼好吃的天然植物 這些別人知道別人不一定跟你講 你必須要東加長西加短 才能夠把這些Information收集起來 但是人家不會就這樣跟你說 所以你必須要學的那裡拉蕾 所以女人她很習慣於拉蕾 最愛東加長西加短 你看那個什麼 少女的祈禱一出來之後 那個女人拿出垃圾出來 充滿愉悅的站在下面 因為大家都出來了 可以開始聊天了 你知道他們頭的怎麼樣嗎 你知道他們好心張磕到什麼 那他們公子 他們公子都錄到 五分鐘他可以把整個街坊裡頭的所有東西 全部搞定 然後他可以因此 把這個Information回到家裡 安頓家裡的狀態 他們到現在那個人 誰人是破旁邊 我們比較不會去的 那個人的錢被撩掉了 我們別人去的叫救急 那個人他們怎麼完全 戰略位置都站清楚了 這就是女人太厲害了 所以他必須要用兩萬字來蒐集資料 男人在外面打獵 打獵多說話 猴子就聽到了 一山豬也聽到了 他就跑了啊 所以你看看那個獵人啊 跟狗是用眼神在交通的 那狗就往前衝了 用眼神去他衝 你就說笨狗去追啦 那山豬先跑了 他不能講話的 所以男人習慣於不講話 用動作表達 你說這樣子叫做什麼 業力分工 他招感在這個地球上 他必須要互相分工 才活得下去 男人主外 女人主內 狀態就是這樣 當然也會有那種同性戀 或者性錯亂 性格錯亂 這是另外再說啦 我說他必須要這樣 那這樣子你能夠說他醜化 我們佛經只是描述了這種差異 他用了象徵性的說法 用了加強性的說法 也用了寫實性的說法 他用了這三類說法 他交替的使用 有些是要用加強性的 有些是要用象徵加強性的 有些用寫實 一般性的 有些用寫實要加強性的 他的說法有很多 你要不讀出他內在裡頭的用意 你就會認為他醜化你 其實一點都不是 你了解意思嗎 所謂的很多的內容 只是你內心裡頭沒有觀察到 觀察到的話你就知道 那個不叫做惡 那個只是他內心裡頭 極強烈的情緒需求而已 所以不要把他想成他在惡 世尊沒有理由去醜化女人的 他也不需要 他不要說他是世尊 阿羅漢都無爭了 與女人都無所欲求了 他幹嘛去醜化你呢 他沒有理由的 這一定要知道 那最後就是想請問師父 有沒有對大學生 或者社會新鮮人學果的勉勵 有啊 這個是這樣 大學生也好 或社會新鮮人也好 你 新鮮人跟大學生不一樣 新鮮人的話 你開始要面對 一般人講叫做殘酷的現實 一般人是這樣講 比如說人家不會同情你 人家為了高僧會把你踩下去 甚至於會做小動作害你 你會覺得好朋友也居然可以 在背後你捅你一刀 乃至於交往這麼久的女朋友 縮手就走 這些都很殘酷對吧 但是這才剛開始而已 因為什麼 這是你的業 幫你布局的 你要知道 越是殘酷 越是感覺難堪 你要知道你的業有多重 你都要感恩 沒有話講 忍過就是你的 修過才更是你的 懂個意思嗎 忍是第一步 修是第二步 恨就糟糕 墮落更不可以 怨不需要 知道吧 新鮮人社會新鮮人 你剛才離開學校 學校都在講一些很虛偽的 什麼 很虛偽的禮義廉恥 你懂嗎 在真正的社會當中 根本就是沒有的 學校裡頭所強調的 常常是就是社會裡頭 倒過來做的 那沒辦法 你的老師要為你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 受教育長大的 等到一出去之後 有那個小學生 畢業生跟你競爭 有那個比你讀的高的 跟你競爭 有那個什麼樣子 家境比你好 我比你不好的 或者是經驗比你多 跟你競爭 所以他 有那個好心的 有那個不好心的 有那個好緣的 不好緣的 跟你競爭 所以你當然會遇到各種樣子 所以社會新鮮人 把你學校學的那一套 可以留著 拿出來用 就拿出來用 拿不出來用沒關係 本來能用的就不多 你要知道 但是能用的是什麼 我說佛法當中的 看到別人的優點 接受我們自己的缺點 再來 我們要學著做吃虧 我們不要去跟人家 已經要爭什麼平等 我們多吃虧一點 其實我們會得到更多 我們知道那個誰 顏凱 不是顏凱太太 顏長壽 顏長壽當年他是高中畢業而已 那你知道他後來能夠做到 這個觀光 觀光飯店的這種總裁 你知道他怎麼弄的嗎 他自己講的 我覺得這是蠻立志的 他說 我就高中畢業 在報官行裡 我甚至於連一個職務都沒有 他是去倒水的 你知道嗎 但是報官行 最嚴苛的就是五點以前 那個要去趕那個封關之前的那個 那個送見 那個忙死了 結果怎麼辦 他就叫他這個小弟 這小弟在倒茶水而已 這個女生也把他找來 小弟來 那個我教你 你幫我弄個什麼 可是我不會 來我教你 就把他教會了 然後這個人又是報哪一種的 那不同的報官有不同的內容 然後這個人又叫他這樣報 這個人叫他那樣報 因為他都願意保腿 他願意吃虧啊 他願意做小的啊 你懂嗎 所有人都去曉他 結果他變得最強 結果突然間有一天 哪個人生病他都能夠接受 老闆一看 這小孩子居然可以這麼厲害 就一直剩他 就一路翻轉 他的人生就是什麼呢 學著謙卑吃虧學一切 所以社會新鮮人 你要是這樣子的話 我告訴你前途無量 學校裡頭的人學佛就不同了 不是剛剛這個還做個結論 這一切都要職基於不是明跟利 職基於學佛 就是佛法教你這些 不是天生 不是炎長壽教你這個 是不是的 是最終是佛法在教你這個 只是他做了 剛好給佛法來應證這樣而已 那你要怎麼辦 你有空 你要意念佛法的道理 在現在那個耳機都很方便 你去上班什麼 你不要去聽音樂 你就聽聽YouTube裡頭 失誤在講什麼課 你別理他 你拿來就聽就對了 三五句得利益就好了 你總是每天要跟佛法接觸 燒個香 聽個五分鐘 走路幾捷運都要聽一下 這是社會新鮮人 那學生呢 學生你就要這樣 抓住機會參與佛學社團 或者某一些道場 清淨道場 振興道場的 扶會雙修的工作 幫忙道場整理環境 幫忙參加法會 幫忙拉人進去 乃至於在社團當中呢 主動的介紹學弟學妹加入 幫忙社長把活動推廣好 不要佔名利 也不要佔名義 如果人家要你來幹社長 實在沒人 跑光光了 左邊 只剩下你 只剩下你跑得比較慢 抱歉 只剩下你 你因為你跑得比較慢 被人家抓到 那也沒關係 那就好好幹 總而言之 要在佛學社當中 修扶會 這個要做 那當然學校的功課 這樣講好了 不要一定說要多高分 當然你有什麼理想也OK 但是如果你不是有特別理想 那就是能畢業就好了 平安畢業就可以 為什麼 你把這個人性福報修對了 將來看起來成績沒有太好 你的生活確實會很好 因為你把福報修起來了 你懂得犧牲 不要講犧牲好了 就是你懂得 不會自己先去幫助別人 這個會讓你一輩子吃不完 將來入社會也會很好 這點勸你 再來定課要做一點 因為你是學生 你是被保護的 你做定課應該有時間的 短一點沒關係 哪怕十分鐘念兩次心經 念兩千聲或一千聲的佛號都可以 好不好 就這樣 來